梦瑶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 告诉我 看我能不能帮你 我男朋友昨天被打了 然后把气都出在我身上 一直骂我 还把气撒在我身上 说都是因为我 因为你 他被打怎么就变成因为你 因为 因为上个月想要买个包包 他去借钱给我 这月钱没还上就被打了 严重不严重呀 要不我们去看看他吧 顺便看能不能让你们和解 奇奇小敏 谢谢你们 奇奇好巧呀 去哪里我在你们吧 好呀好呀 叫我们去医院 我说哥 你明明很有钱 为啥还要去这个三轮车呀 你开辆超跑不好吗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来坐上来我带你体验一把 哦好呀 我倒是想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走吧 我们去看看你男朋友 有没有需要帮助的 这三轮车也太神奇了吧 神豪玩的就是不一样 梦瑶你终于来看我了 昨天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骂你 更不应该动手打你 是我情绪失控了 对不起 没事的 我已经把包包退了 这五万块你拿去还给他们吧 真的吗 太好了 那我们先把钱还给他们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聪哥 我把欠你的钱准备好了 你来取回来吧 好 我这就来 你把钱准备好 聪哥 这是给你借的五万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你了 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五万吗 利息刚好 看在是黄奎那小子介绍了 就给你凑整数 下个月还钱记得 不要拖时间知道吗 不是 聪哥 我这五万不是刚还给你了吗 为什么下个月还要还给你 你是没听懂人话吗 这五万是利息 聪哥 不是吧 借五万利息 一个月要五万 你这借贷也太黑心了 你小子是不长记性吗 前天是不是没把你做明白 你的借款在我公司 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你是想耍赖吗 要不要让我们再给你长长记性 聪哥不用涨了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钱的 算你小子实相 但是你这样利息太高了 我一个月几千工资 怎么可能还得上 这不得月还也多 那个是你女朋友是吧 长得还不错 来我们会所工作一年 帮你抵债怎么样 聪哥你太欺负人了 哼 我就欺负你了 怎么转 聪哥是吧 我这位朋友上个月 才给你借的五万 一个月你利息 你给他要了五万块 这是一比一啊 你是不是超过了 法律规定的范围 哼 哪里来的小混崽子 我们的事情关你什么事情 在这地界上 就是我们说的算 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 别惹祸上身 十三哥帮帮我们 你可真行呀 这地界上你说的算是吧 我倒想看看 你能耐有多大 哼 你是在威胁我吗 你以为我是下蛋的呀 信不信 我现在就嘎了你 你是要钱吗 五万 你至于吗 来 这里我有五十万 今天你要是能揍我 我就给你 还有这样的好事 我还没听这样的要求 既然你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就成全你 兄弟们 给我上 有事我扛着 哼 你们两个想要搞钱吗 你什么意思 来 这些钱给你 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揍你们老大一对 你以为我们是谁 会为钱出卖老大吧 请你不要侮辱我 确定不要吗 这些够你们离开江海 好好生活一阵子了 你们想干嘛 我可是你老大 老大 对不起 为了我们的未来 你就忍忍吧 老大 后悔无期 两个忘而不已的家伙 你小子既然有钱 你帮他还了补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发几十万 让我小弟揍我呀 因为 我觉得 这样比较好玩呀 钱不钱的无所谓呀 你敢这样欺负我 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那你知道我小弟是谁吗 我告诉你吧 你惹到不该惹的人了 你会后悔的 怎么跑了 说最狠的话 做最耸的是吗 十三哥 谢谢你帮我 谁叫你是我们家 机器的闺蜜呢 以后让你男朋友 不要随便借钱 特别这种 非必要用钱的事情 更不要去借 这位大哥我知道错了 但是也是为了 想买个好的包包给梦瑶 让他在朋友面前有面子 面子能当饭吃吗 面子只不过 别人看你的一种态度的表情 说不定在别人看来 是一种很弱智的行为 还有你不要为了一时的炫耀 而且 责备自己喜欢的人无能 我想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阶段 也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对不起 十三哥我错了 大家也要记得 现在去网贷借钱都是很容易 但是很多利息都是很高的 有些看是 很容易还的钱 其实你也还不上 比如你的利息只有两千 每个月工资能五千 你会觉得能还得上 但是你没有计算 你的生活所需要的花费 和生活各种物质 给你带来的消耗 到还钱时候 你就会想 现在去借点 下个月再省点发就行的心理 这样只会利滚利 越滚钱越多 到最后 只会让自己觉得自己越活越累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的 人们活在各种物资 都很饱满时代 确实又觉得 过得很累的原因 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知道了 十三哥 我再也不会去借了 老大 你怎么又来医孕了 什么叫我又来 我就是来处理点事情 谁敢肥了 特么的不想还钱 还揍了我小弟 马上给我跪下 你为何宣安 小人扑狂 为何爱我 是云火牢笼